4月5日 陈慧玲在香港街头被偶遇 整个人状态不错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画面中 陈慧玲穿着浅色分衣 泪搭白色T恤 一头卷发皮肩 他与助理酒在香港街头 很快就被粉丝露了出来 大家纷纷上前拍照 场面十分热闹 虽然陈慧玲已经50岁了 但脸上丝毫看不到皱纹 状态远超过了很多同龄人 期间 陈慧玲耐心回答大家的问题 并且与周围粉丝合影 完全没有任何明星家子 据了解 当天陈慧玲是去参加一场依赖活动 他这次准备了8000多件个人物品 包括奢侈品包 鞋牌手持 衣服 儿童玩具等 都将放在门店第一家售卖 收到的钱将会捐给慈善机构 这些年 陈慧玲一直都默默做慈善 因此被粉丝快赞 人美心善 现场来了很多粉丝关顾 场面一度混乱 甚至还惊动了安保人员 活动结束后 陈慧玲与助力一同连去 带上场附近被粉丝遇到后 对方妖子合影 即使赶时间 陈慧玲依然没有拒绝 不少网友直呼 这哪里像50岁啊 说30岁也不为客 对此 你怎么看呢